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因为他在1930多年前建立的时候 从耶路撒冷带来八万奴隶 从犹太带来这里所兴建的 更重要的是这里被历史上认为 是有很多基督徒牺牲在这里的一个场所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代考古的认为 并非这里是真正基督徒牺牲斗兽的地方 因为可能现代的学者更倾向于 在这个斗兽场的对面 竞技场也就是刚刚我们经过的 那个跑马场的地方 是主要的斗兽的地方 因为对面的所面对的正是尼罗的皇宫 而这个尼罗的皇宫 也正是这里看到基督徒被点天灯 但是这里为什么会被历史上看成是 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牺牲的地方呢 是因为当时教宗把这里设定为 基督徒牺牲的地方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基督徒 他制止了两个角斗士在这里的角斗 虽然因为他自己牺牲在这里 而使很多人被认为角斗不再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人因此放弃了角斗作为罗马历史上的那种娱乐 而也因此基督徒被看成是死人和平的人 如果你再看登山宝训 看马太福音 你会看到耶稣说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所谓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所谓的角斗士的历史上流血的地方 我想实在是提醒我们我们是否基督徒是成为死人和睦的人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应当再继续缅怀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 马丁路德所带领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一个要死人分裂的历史 应该是死人和睦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